这些人他把这种恶意的奥美码 签在一些比较诱惑的地方 比如说领取红包啊 或者说退税啊补贴啊 让你去扫 那么当你去扫了之后 他打开的是一个网站 他会要求你去填一些信息 那么当你特别涉及到填你的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特别是这个取款密码的时候 或者说支付密码的时候 你要特别当心 因为这个时候 一旦你把这些信息都往里面填了 那么你的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近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商家强制或诱导扫码消费的问题 比较普遍 即使消费者已经在店内 同样会被索取一些不必要的个人信息 在湖南长沙 一位工作人员声称 自家店扫码不会收集个人信息 然而记者验证后却发现并非如此 消费者在扫码消费的选择上 处于被动地位 消费者信女士称 很多时候 即使消费者阅读了相关的隐私政策说明 也知晓会被索取个人信息 大家也只能选择同意 否则你就得放弃购买相关的商品 相关专家表示 强制扫码消费 以及超范围索取个人信息 涉嫌违法违规 而且还有可能被不法者利用实施电信诈骗 据专家介绍 商家通过扫码消费的目的是锁定会员 为二次营销累计顾客和消费数据 同时可以节约人工优化商业流程 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忽视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而且超范围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涉嫌违法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 扫码消费普及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隐患